再来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 每年1、2月份的春雨滋养梅子树结出果实好收成 不过富里乡今年春雨雨量比较 去年同期骤减仅有5公里的雨量缺水严重 也使得梅子树结果率降低不到以往的三分之一 商工所以及上级农政单位接获通报后 也在5号到县地联合勘察 也希望能够降低农民的农产损失 来到水源丰沛的竹田青坑山上 原本应该是结石累累的梅子树 树梢枝芽上不是零星几棵 就是完全没有长果 不仅农民就连前来挥砍的农政单位人员也摇头 到镇厂岗这一面应该要结石累累 每年1到2月份正值梅子树结果的时期 此时最需要雨水滋养灌溉 然而今年1到2月份春雨骤减 相较于去年同期几乎是垂直下降到个位数 缺水严重直接冲击梅子的结果率 我们翻了所有的一个气象资料 那得出的结果是 我们前几年的1月的平均雨量是40公里 那今年1月我们复里的气象车站 只测到我们只有5公里的降雨 那2月的平均降雨量应该是在31公里 那我们复里在今年2月份的平均降雨量才是18公里 那有建议此那1、2月正是我们梅子树正需要水的时候 那却是降雨不足 导致它没有办法那个正常的开花结果 2月底相公所接获农民以及农会反营后 即刻转报上几个农政单位 终于在5号有农粮署花改厂 以及县政府农业处等组成联合摊栽小组 现地勘查 梅子圆土地干燥 目前结果率也只有往年的三成左右 那有建议此那昨天的会勘结果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复里农会总干事张总干事 那协助我们 那我们也请花莲县政府紧述的 在今天已经发文给我们的农业部 来希望能开启我们现金救助 布里乡为花莲梅子最大产区 栽种面积约57公顷左右 今年年初干旱缺水 乡公所现刊目前受害面积 已经超过25公顷以上 为了降低农民的农灾损失 乡公所与农会也积极争取 期盼上级单位能够给予协助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